哎呀什么呀 不是我们公司的前总 钱顺峰 是我们公司的新员工 陈晓峰 可怕了 而且对我特别贴心 妈 他这几天不是去广州出差了吗 本来说 要回来陪我过生日 结果有事耽搁了 但是啊 可细心了 说是给我用了一个快递 要给我一个惊喜 啊 什么 你来看我了 妈你到哪了 别着急啊 我去接你 你老跟我干啥 我卡嘴了 也不是我推的 卡不卡嘴了 我求求你了 行不行 啊 小倩 我求求你了 你回家吧 行不行 我不回 我陪陪你 陪我干啥呀 这是不是有小米粒快递 有啊 我陪快递 这样啊 我破例了 让你把这快递拿走 你亲自 给小米粒送过去 行不行 还行 妈呀 这平时 这平时 这平时都有长人家的人了 咋今天不愿意去他家了呢 主要是 他不让我进 平时就烦你了 你太烦你了 太烦你了 这俩 请你来 来 来 经理 这个是顺风的快递啊 记住 一定本人签收 好 行 你在这客人点 我出去一下 你干啥去啊 小四不犯痛风了吗 我去看看他 五天晚上 太吃火锅了 那你快去吧 行 喝啤酒 你去吧 放心吧 谁快递啊 顺风的 玩儿姑姑的啊 是跟顺风有关系的 就是你二姑姑的啊 就这个顺风快递公司 也是你二姑姑的吧 你看看 这写的不明明白白的吗 寄贱人 风风 但是你收贱人 你看清楚了 那也不是二米粒啊 是赵铁丹 赵铁丹 你咋的你认识啊 我咋不认识的啊 我二姑姑他们公司的 这个赵铁丹啊 长得漂亮 殆劲 我二姑因为他 天天跟我二姑干账 怀疑他俩有情况 你知道吧 有情况人家 赵铁丹能搬到咱们小区里住啊 搬这儿来了 这事指定是在那儿 有句话说得好 哪句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 扫完糊涂尖的啊 糊涂尖的 你才超十八伙啥呢 大老远就听见了 咋的 不让你上我家 怕吵着我大外上睡觉 你跑这儿来吵出来了 以后我注意啊 诶 铁丹丹 哪个是我的快递啊 这个是顺丰的 这个是你的快递啊 那正好都给我吧 我给我二姐夫拿回去 诶 你可拉倒吧 这不是你二姐的 这是你赵姐的 赵姐啊 赵姐是谁啊 哦 那个 你二姐夫公司 是不是有一个叫赵铁丹的 对呀 我二姐夫秘书啊 看看看看看看啊 封封寄给赵铁丹的 不是你二姐夫寄给你二姐的 那他能给他寄的啥呢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来打开打开 哎哎 这啥呢 想啥呢打开 我这保安 我看快递的 你当我这我面儿给你打开呢 你不合理你再说了 别老瞎猜啊 什么事 你别听他的 啥瞎猜呀 我二姐夫都给赵铁丹寄东西 不行我得给我二姐打你话话 别别别 别别 什么事 就你二姐的脾气来了 他不得疯啊 要是他俩出问题了 我们全家都得疯起来吧 不是 什么事 你冷静啊 来二姐啊 你赶紧到物业办公室 哎他快点有急事 哎 完了 这下费了 他二姐那驴脾气上来 我跟你说 那办公室不得给我拆了我 啊 来了以后稳住他 细着聊慢着问啊 这个相信我 一会就看我的指挥 我来进行谈问 不用那么句话吗 真正的高手在民间 此外有个侦探叫福尔摩斯 我就是国内的侦探 福尔摩列 三点呢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我叫国家摩列呢 二姐你来了 我跟你说啊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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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没事啊 来 请坐 有几个问题 需要你配合一下 啊 请坐 你说 来 说吧 不是啊 你问呢 还没问呢 好 很冷静 头脑很冷静啊 但是我相信一会儿 二姐你一定会暴躁 问就问呗 坐那儿问呗 一会儿回家还得带孩子去 好 我问你 饭大爷最近好吗 啊 孩子最近好吗 啊 晚饭吃得好吗 啊 二姐夫怎么样啊 你有病吧你小脸啊 啊 我是要暴躁了你要干啥 你疯了啊 你疯了你啊 看什么 这阵子高雄在什么间 天使他在什么间 哎 小蜜蜜蜜 过来来来来来来 快点来 我告诉你啊 以后咱家那个王小蜜 和余小脸都多少来 就人了 你这俩你憋憋的整没用的了 啊 二姐啊 我问你 你知道我二姐夫在哪儿吗 知道啊 你不也知道吗 不在广州的吗 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哎呀 天天给我发视频聊天 而且住的地方还不错呢 就是那个广州凤凰阁宾馆222房间 对上来 对上来 小个大跳 这个 二姑你看看 哎呀 这都在情理之中的事儿 哎呀 我不用看 二姑你好好看看你 哎呀 我看看干啥 我都知道里边是啥 不就是包吗 你二姑没创意 不是 二姐 你看看吧 我们都想看 对 我 咋的了今天是啊 行 我就给你们三个单身青年啊 看看我们已婚人生的幸福 行 看看 来 看见了吗 季贱人 咚咚 我们俩的爱成 再看记件地址啊 广州凤凰阁宾馆22222房间 四个二 知道啥意思吗 一炸 我炸死你 代表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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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驴子嘛 再看收窃人 臭铁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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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叫啊 干啥叫我啊 二姐 你干啥叫我 我给他送去 我干啥叫 哎呀 我告诉你这事我第一天当面跟他说什么玩儿都给他回到最多无敌了 哎呦我的钱是玩儿啊 二伍你消息 我给他生儿育女 我给他看家务院他给别的女人送东西 你敬啊 我怎么冷静啊 想想那什么 二姐你想想啊 这个事不见得是真的 对不对 对对对 还没做事 你信我的啊 好 因为我是夫人莫烈 哈哈哈哈 我会破这个案子 哎 我一会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来 咱们当面质问他 你看怎么样 行 就让暴风雨来的够猛烈些吧 啊 我又不是没见过 就那小体格我是不能破得了 我废过得见 我去 就他那样的我妈还敢跟我俩抢包 不是 跟我俩抢老公 我先生打电话 姑娘 好 喂 你好 赵提丹女士 请你马上到我们物业办公室来一趟 对 这有您的快递 好嘞 我在这儿等你 搞定 马上就过来 行 但是一会儿来了 千万千万别慌 好不好 小美女 戴二姐 上了个桌 后面给我藏起来 哇 不去别了 你别不去啊 你想想 你要是当面的话你问不出来 你得藏起来 你知道吗 相信 夫妻之间都有信任 行 一条脸 我就最后勉强相信他一回 咱们藏起来 对 你干啥去啊 藏起来吗 你藏起来吗 你藏起来能装起你吗 你老强了 你得配合 行不行 配合大配合 好不好 妥妥必须就放心吧 好 保证配合好啊 放心 保证你配合 你好 来 这是干啥呢 走了 好了 背景拿的 铁蛋呢 这是您的快递 对 谢谢 啥意思呀 没啥意思 故意新规定 凡是新用的快键 但是你都得在这个打开 晚上我们也看看 对对对 我知道了 想要这个盒 卖纸壳是不 不是 你瞧不起谁呢 卖什么纸壳 卖纸壳啊 他们的公司吧 就是怕你的乱撇 你知道不 垃圾不分类 对我能分好了 放心吧 不是那你那你这样 你先要取的话 你得核实一下 你的身份信息吧 对不对 这有侠子很贵的呀 我 赵铁蛋是我本人 这个是我的身份证 这个快递是从广州市 凤凰阁宾2222号房间 我亲爱的方方给我寄过来 给我毛病吧 没毛病吧 冷静啊 冷静 这样啊 咱们 嗯 如果要是说 我有个其他请求就是 因为你看啊 我们俩也都是单身 对对对 既然你的疯疯这么爱你 我们想看你 你俩是咋疯的 不是 你俩是咋呀 对吧 学习学习 学习 对对对 看看 行今天呢 我就当着你俩的面 秀一下恩爱 来 来 看 这玩意不厉害 来 啊 看 这是我最喜欢的包包 那还是我最喜欢的包包呢 等一下 嫂子你怎么在这儿了 什么玩儿嫂子呀 还叫我嫂子呢 我过两天也叫你嫂子了吧 嫂子你这话啥意思啊 啥意思 我祝你们幸福啊 能够到你的祝福 我真是太开心了 哎呦 哎 嫂子 过几天我们就要结婚了 结婚那天 你可一定要到场啊 嗯 我姐到场 她得抱我儿子去呢 我儿子给你当花童 然后我给你当半娘得了呗 真的呀 太好了 我一直就这么合计的 没好意思跟你说 谢谢嫂子 行 我祝你跟钱这份秀子不 太过分了不找铁单 你什么人你 天天天天 我跟钱走啊 啊 哎呀 哎呀 还装不知道是吧 哎呀 我最喜欢的泡泡 我最爱的蜂蜂 要回来送给你 凭什么呀 不是你是谁呀 哎呀 嫂子你误会了 我说的那个我亲爱的蜂蜂 是我的男朋友陈小凤 看你啊 合起啥呢 我跟你说 那我跟陈小凤能好 还是钱总给我俩介绍的呢 哈哈 这不俩人一起去广州出差了吗 为了节省经费 所以住在了一个房间 看你合计啥呢 而且嫂子我听说 这次的事情好像不是很顺利 本来说今天就要回来 但是钱总啊 这一着急一上火 就生病了 都树叶了呢 他生病了 没跟你说呀 嗯 这嫂子 这个钱总肯定是怕你担心啊 怪我怪我 这我多嘴了 小点儿 哎 哎 哎呦 怎么来这么多人啊 哎 二姐照理一下这儿啊 这个是钱总给你邮的快递 啊 这钱总才出门几天呢 就给你送礼物 感谢真好 来 那你帮我打开 来来来来 哎 这整错了 忘线我逛你以后 你别瞎猜 你不敷补我脸了 你不敷补我 你不敷补我 我最喜欢的他 哎 好的里面还有一个卡片 啊 媳妇啊 我得过两天才能回去呢 这边谈判特别顺利 我在这边挺好的 就是想你 想你 想孩子 想咱们这个家 这个包送给你啊 作为结婚今天日的礼物 咱刚刚有了孩子 我呢 就工作一直忙 不能在家陪你 我就感觉特别的对不起 等老公把这份生意谈成了 回去给你带更好的礼物 别想了啊 爱你的小芬芬 喂 老公 你病了 你先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你听我说 老公 老公 你怎么那么不会照顾自己啊 你说你要病了 我跟儿子怎么办呀 还有 就是我得跟你道歉 你在外边那么忙 我还在家里给你添乱 胡思乱想的 对不起 老公 我爱你 好 好 太好了 太好了